顶峰炒鞋 得屋还有多少套路 德物有毒 兴高采烈地挑了两周后 周宇终于在德物APP下单了一双篮球鞋 满怀期待地收到后 上脚一试 小了 周宇原本想原价卖出 但因为德物APP要收取相应的手续费 如果按照这双鞋的原买入价789元卖出 周宇能拿到手的钱只有690元 再加上邮寄到德物仓库的邮费23元 这双新鞋在周宇家里 才经历了一日邮 就让周宇竟损失122元 鉴别逐渐成为球鞋交易最关键的一环 德物已因为拥有先鉴别后发货的模式被鞋圈熟知 并由此衍生出职业鉴定师生态 以及独包装等商品标签